为什么有的人贫穷,却是老天爷在照顾他?这是怎么回事呢?我们来听一个故事,古代有座财神庙,据说很灵验,有天比较清闲,财神爷和财神奶奶聊天。财神奶奶对财神爷说,为什么有钱人来求财?你就散财,穷人来求财,你却不管呢?财神爷说,都是命中注定的,我才不信呢?天天晚上回庙里住的小乞丐兄弟,他们多可怜,为啥不帮他们呢? 财神爷说,好,试过你就知道了,财神爷将一定金子放在乞丐兄弟回庙里必须经过的桥上,这兄弟俩走到桥头,哥哥说,弟呀咱俩装瞎子过桥,看谁走得快,弟弟说,好,于是他们闭着眼睛,从金子旁走过去了,财神爷说怎样?我说的没错吧,这就是命,财神奶奶说,你放在桥上,他们看见的几率太小,把金子埋在香炉灰里,他们每天回来八香灰取暖, 肯定能看见,财神爷叹了口气,哎,你这样会害死他们的,财神奶奶说他们发财了,应该过上富裕的日子,怎么是害他们呢? 财神爷无奈地摇了摇头,好吧,乞丐兄弟俩打打闹闹地回到了庙里,习惯性地八香灰暖手,一下子就发现了金子,高兴地蹦起来,发财了发财了,把金子分了,咱兄弟买地买房子娶媳妇,从此就是富人了,财神奶奶得意地看看财神爷,财神爷却摇头叹息,只见哥哥忽然说,弟弟,你出去买几个饼子回来, 咱们庆祝一下,然后再分金子,弟弟说好,然后跑出去了,弟弟兴冲冲地推开门,哥,饼子买回来了,这时躲在门后的哥哥,举起顶门棍,一下子就把弟弟打死了,然后拾起饼子,一边吃一边说,金子是我一个人的,突然他捂着肚子扑倒在地,也死了,原来弟弟在饼子里放了毒,这时财神爷说,看看,本来兄弟俩天天乞讨,能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, 结果一定金子要了他们的命,财神奶奶叹了口气,无奈地摇了摇头,朋友们,古人云得不配备,必有栽殃,在很多人眼里一定是金钱越多越好,觉得成功的标准就是有钱,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才能品德,财富只能加速他的灭亡,您认同吗?